说明一下就是说,在那个frame里面 你们还可以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方法 这个有个方法叫做什么呢 比如这边我们 FRM 点 另外有个叫做set set什么呢?setbounce 有没有?setbounce 那这个方法 下面这边有一个 你会发现,setbounce 这个方法 很特别,为什么 我们刚刚是setsize 跟setlocation 这个是宽度 高度 然后x 走跟y走 你会发现 setbounce 它实际上 你其实有的时候 这两个 实际上一个就搞定了 因为它xy就在这里 宽度跟高度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今天 懒得记那么多的话 其实你就记一个什么? setsbounce setsbounce 它等于就是 setssize 跟那个 等于是sets size跟location 两个通通都被帮我挖在里面了 那使用的方式就是你给它axle 比如说我今天axle的话呢 我给它100 然后 然后y轴给它 100 然后高度 高度的话 宽度给它200 高度的话 150 那上面这两个 其实就可以不需要了 那这边 这两个 我们就把它 把它注解掉 那这样的结果呢 其实就等同跟刚刚一模一样 跟刚刚一模一样 那这边的话呢 顺便补充 也就是说在那个 方法里面蛮多的 那其他相关的 建议你们其实可以在这个 说明里面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实际上 这边会有出现的 Size Bounce 等等的说明 甚至你可以给它一个范围 也可以 那其他相关的 你会发现都在这里 刚刚所提到的 所以你要对这一个 class 了解的话 这边通通都有 Windows本身 里面所有的 它甚至这边都有说明 坐标环境 或者是实体的 整个视窗的说明 但是 对你们来说 可能有一个障碍 就是 就是它都是英文的 它没有中文的 所以 这个地方当然 你必须要做一些客服 习惯之后 其实就觉得没什么 因为 大部分呢 它有一个共通 前面会有一个说明 说明完之后 它return回来 是什么东西 它会跟你讲 Size的意思就是说 版本 1.6 那就是说 我们如果考试的时候 是1.4 如果说环境只有1.4 就像小平 考试的时候 会注意到1.4 那这个方法 GET Icon Image 这个方法 就不能用在 1.4 底下 如果用的话呢 就会跟你讲说 Error 它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好 那 CL手段 你可以去看相关的 如果说 今天这个不能用在 那个 1.4 里面 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 那你就要去想 Get Icon 是不是有什么 别的方式 可以取代 也可以得到 我要的结果 当然也是可以 就是说 用什么方式来做 它像这些 就是 Set Icon Image 这应该后面加的 就是图档的部分 等等 不过这部分的话 我想你们再试试看 就是 把刚刚 两个 就是 两个方法把它直接用一个 Set Bounce 其实就可以把它解决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